去俄罗斯卫星社网站11月13日报道 在特别军事行动中 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征召的人员 向卫星社讲述了他们在扎波罗热州服役的情况 他们正在扎波罗热州一个重要地区加强第二道防线 报道称军人们感谢来自俄罗斯不同地区的热情人士的支持 和所提供的设备通讯手段和药品 一名战士说 我们的战斗精神总是最高的 士气不会低落 一切都很好 当兄弟们肩并肩时 战斗精神总是更好 当我们在一起时 我们是强大的 据他介绍 敌人正试图进攻 但遭受损失后撤回到起点 扎波罗热州前线局势仍然令人担忧 尽管目前相对稳定 我们与俄罗斯在一起 运动主席扎波罗热州行政机构总委员会成员弗拉基米尔罗格夫 12日向卫星社表示 乌克兰正在扎波罗热方向加强兵力 罗格夫表示 扎波罗热方向是敌人进攻 挑衅和探查防线的主要方向 现在赫尔松方向腾出的兵力将被调遣至扎波罗热前线